1500万 辽兰获赤巨之续约帝约人 扬名大手笔 球迷们如愿以偿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的辽宁队夺的总冠军之后的话那么接下来呢他们的球队将会进入一个休赛期以及休假 之后呢那么这些优秀的国手呢 可能会集结进入中国南篮去征战六七月份的亚洲杯 以及 市域赛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球员们呢他们都在短暂的和家里人的 团聚当中 但与此同时啊对着辽宁队整个高层来说呢他们可能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事情要忙活 就是针对本赛季合同到期的一些球员呢 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合同 包括是否应该涨薪水啊或者说把一些球员给留下来 尤其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么其实啊CBA的外员的话都是每年一个赛季1000的 那么到本赛季呢不管是莫兰德是福哥他们的一个 合同的已经到期了所以辽宁队如果说想要把他们留下来的话就得赶紧出手 否则之后呢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呢就会被其他球队给挖走了 那么回过本赛季的一个比赛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福哥还是莫兰德呢 他的整 体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在这两个外员当中呢 有狗说要选出一个人必须完成签约的那么可能 就是莫兰德了 毕竟从目前来看了莫兰德呢在现在辽宁队整体的一个板块上面的话 他是拥有着不可或缺的一个作用 那么本赛季的一个季后赛的表现当中呢他场均能够得到11.7分 11.1 11.2个篮板以及呢 2.84的助攻那么这样那个数据的话从中看得出来呢 他在内线方面是确实帮助辽宁队 获得了很多的一个机会 而且呢相比较于常规赛的表现他已经用了很好的一些提升 所以对于莫兰德这个球员来说呢 他对整个辽宁队的一个核心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了 在韩德军可能之后呢没有办法撑起整个内线的一个 巨塔的情况就下的话那么莫兰德呢 可以说是现在整个辽宁队不二的人选 所以就在近期有媒体就爆料说那么接下来的话辽宁队呢很有可能会是巨资啊 也就是续约球队的第一人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莫兰德 而且很有可能呢会开出1500万的一个超高的薪水呢 希望能够把他留下来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呢相信很多球迷听到之后呢应该会非常的开心 而且如愿以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莫兰德在常规赛进入季后赛之后的话他的表现越来越好 尤其在半决赛去对打广东队之后呢在内线方面 确实是打的对方非常的厉害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当时半决赛第2场比赛落下帷幕之后呢 莫兰德已经收获了外界非常多球迷的喜欢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他能够继续留下来 能够像威姆斯自于广东队那样的那么对于辽宁队能够在后续的一个争冠 起到更多的一些贡献 作用 所以从目前来看如果说辽宁队真的愿意花这么多的钱把它给留下来的话 对球迷来说也是一件 无愿以偿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总的来说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那么辽宁队呢确实在内线方面的话应该是比较大的个短板了 那么莫兰德呢目前来说确实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了 而且呢他在本赛季的话 那么和阳明以及呢所有的队员合作的也是非常的愉快 甚至呢和阳明这个主教练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切 所以我觉得能够拥有一个关系这么好的一些球员而且呢归属感这么强的球员呢 本身 就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肯定对辽宁队来说如果说真的是看中了莫兰德的话 就应该 赶紧出手 那否则之后呢如果说被其他球队抢过去啊 那就是真的悔不当初了 而且我也相信了其实莫兰德呢 他也非常的愿意留在辽宁队 所以后续我们也真的期待辽宁队这边的一个序约的好消息 期待他们能够呢继续携手合作 在后面的几个赛季 取得更加漂亮的一个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